您现在收看的是天元围棋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四个小目啊 王老师这个常见吗 其实现在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没有什么布局是不常见的 我们以前可能经常用常见语所来形容一个布局 那个时候是比赛匮乏的年代 现在我没有具体统计过数据啊 数据这个中日韩三国一年下来的这个职业比赛 我想应该怎么也是很大的一个四位数 可能不太直 可能有五位数 就是全部的对局数量 职业起手对局数量加起来 那么这样庞大的一个对局量 在这么一个庞大的基础下 什么样的对局其实都变成常见了 是的 只是相对的吧 那么像这样四个小目挂角肯定是肯定是常见的 肯定是属于常见的 除非你下了什么高目星这个五五之类的不常见 但这个都在常规的位置上应该算是很常见 起手呢 起手的价值 其实恰恰就是从常见的这种布局里面 寻找出更具趣味性的一些变化 然后再去挖掘隐身 这个样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起手的一个职责 那咱们这个布局就是和这个贴幕会有一定的关联吗 比如说硬式规则咱们是黑贴八点 八点的话其实等于我们的七木板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我想现在的骑手下棋呢 不太考虑这些 不太考虑这些 就是他们在下棋的时候 本身六木板跟七木板这一幕之间的差别 你说对棋局能有多大的影响呢 我以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来保证 微乎其微 所以说他们在下棋的时候 不太会考虑这些 但是可能有一部分棋手因此而喜欢直白 这是有可能的 但在对局的时候这些都不重要了 像这个你说小飞跟天木有关系吗 肯定没有 肯定没有 白棋这首棋有点意思 这首棋呢 相对来说不常见 还是相对 相对的 对 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的不常见 好像几百盘里没有人下的 那个是不常见 那么这首棋呢 我觉得 在前两年的对局中应该说还是局部的非常流行 一度的非常流行 起码在中国的国内 那么陈南你能够从这首棋以揣测出小饭在想什么吗 就是他的意图是什么 我觉得啊 您刚刚说跟天木没关系 我又想用天木说 他可能是就是白棋会不会觉得更从容一点 加他不用给他压力那么大呢 是的 但是不用不能够 你说的有道理 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这个呢 稍微有点的这种怎么讲上纲上线 就是我们非要往这往这靠 那可能也能靠得到 那么这首棋如果加在这个位置 显然也是很正常的一首棋 是 是吧 那么这个他的一个选择 不能说你讲的没有道理 但是说是真理可能也谈不上 那他是考虑在考虑什么 或许就是因为他对这个变化比较喜欢 或者说他对这个变化研究的比较熟 个人的原因 超出于这个我们所能想象的原因 其实有时候人生或者事情真的是这样的 在战争上面打了一场胜仗 赫文完完全就是一个小小的细节来决定的 根本就没有那么远的谋划 那么这首棋 我相信他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或者说是他早准备好的 那么这首棋的意图呢 就棋一顿棋的话 意图你能够猜测出来吗 加工啊 诶 拆减价 肯定还是加工 虽然是离了四间 拆减价吧 拆减价 可能加工黑旗也兼顾自己 是这样 我想可能跟这个小木多少有点关系 如果要来新卫的话呢 往上抬了一路 那么他也可能会选择这个 往上更抬一路 那么现在在这里的话呢 他寻求一个军腾 那么在下棋的时候呢 我给棋友们经常一个提醒 就是中心点 这三个字非常多 最正好是中心点 对 中心点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字可能勉强的就往上靠了一些啊 那么黑旗如果说上面 左两手棋 被压长了以后 这样 跳出来 那么 比如说黑旗再挂进来 可能会在这个局部形成的战斗呢 就会比较的激烈 或许说 靠他近了一点 或许说白旗作为小贩来说 他觉得在自己的这个优势范围之内呢 先掌控住一定的全局 不要求那么快的跟对手来进行持官的作战 这个可能比较符合他当时的一种思维状态 那么现在他这个回家 这个旗的变化呢 我们还是给旗友们相简单的介绍一下 王老师 他这个是一个 就是如果没有这两手 他是一个象小木 是的 那如果说我要挂这边呢 他也这么加吗 这个 这个不好替范廷玉回答 你是在问我还是问范廷玉呢 我 我现在只能问您 问我的话 我想 我想八成范廷玉可能还是会走 还是会加 对 因为这种加呢 往往是一种心情 往往是一种心情 虽然这边的小木不太一样 对 但是你说对这个能构成什么影响呢 我暂时看不出来 那对黑旗挂脚是不是构成影响了 就是他方向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过于玄妙 你要是我要真的看出来这个 可能也不太现实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会这个 那这个我们的假设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他实在已经下在那里了 对 所以这个假设就没有太大的必要 搭工 这个时候的简单的变化大概是这样 就是黑旗如果简单的拆二呢 白旗还算满意 坚定 再正好让他立二拆二 立二拆二 然后这个子逼住的位置呢 也还不错 如果下层这样的话呢 应该算是白旗的一个基本的参考图 当然作为黑旗来说呢 也并非不可接受 因为白旗这个肩顶的飞之后的形状 不是特别的厚 脚上的空也不是很多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 因为对手不够厚 所以黑旗这个立二拆二 其实还是挺厚的 不是这个形状不是受工的形状 这个形状我们要跟这个严格的区分开来 对 我就觉得这个飞好像据说很严厉 我们要跟这个严格的区分开来 因为这个高了一路 白旗以后在攻击黑旗的过程中呢 可以间接地把这个脚上围得很厚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白旗什么都不用走 一般站脚上就有17目的实地 这个是很值得自豪的 现在这个形状往上推移了一路之后呢 大不一样 因为白旗这个脚上就已经只有10目旗了 所以说黑旗不用太担心 白旗在借着攻击自己的时候 成空 所以说白旗这个形状呢 顶多是一个两分 是一个两分 人家说白旗达到了目的 那么这个目的是不是有足够大的优势呢 也很难讲 但如意参考图吧 设想的参考图 黑旗呢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图 虽然说黑旗不能算吃亏 但是我回忆了一下 老婆自己想了想 在这个职业生涯中 我看到的黑旗还真是很少有人走这个 很少有人走这个 这个我觉得呢 更多的可能用 可以用这个契合来描述这个问题 因为黑旗已经知道了 白旗就是欢迎我走这个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很少有旗手 有勇气 还继续走这个 总想打破对手意图 是的 这个也是常规嘛 可以理解 那么有几手旗 黑旗是不能下的 陈南你能知道吗 在这个你能猜到吗 有几手旗是坏旗是不能下的 定时是不能选择的 我知道黑旗是有下这个的 是吧 有往里飞的 这个是不是 也有吗 三件夹的时候 对 那这个时候飞就不太好了 不太好 对 我们刚才想说 像这个飞和这个尖 这都是不是好奇 这个不能下 正常来说呢 比如说是三件D加的话 这个尖 白旗大概往外长 黑旗一般一粒 白旗X2 这个是常规的定时 那么飞鸭呢 我们刚才摆过了 飞鸭也是常规的定时 但是现在当白旗这个子是回撤一路的时候 像这个尖和这个飞鸭呢 都不少好奇 就不能留下了 白旗欢迎你 是的 你这边建立成后世以后 白旗这个子已经回撤一路了 让你这个后世呢 更加的难以发挥 对 那么白旗以后 反过来白旗以后 X2逼住你的时候 它这个调子还非常的好 这个子的位置又比在这还更好 所以说黑旗如果选择的是飞鸭的话呢 就显得有一些 有一些 怎么讲的 太简单了 正中白旗的意图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呢 飞鸭和尖 这个是不能下的 首先要排除的 那么黑旗 这时候 可能在职业骑手的队局中 更加常见的是这个 二路小飞 二路小飞 不是要拆二是吧 是的 如果白旗要是普通的拆二的话 那么黑旗一拆二 这期应该算 对 应该还是算黑旗成功了 这个局部的 局部的形状摆得非常的舒服 对 应该还不错 所以当黑旗飞的时候 白旗一般是要先逼一下 这个旗会演变成比较复杂的定式 如果黑旗普通的跳 白旗再拆二 那这样的话呢 就比刚才的那个 黑旗拆不到这了 是的 这个白旗就达到目的了 白旗很高兴 所以黑旗一般这个局面下呢 想飞 但直接飞的话呢 欠缺一个过门 有点小问题 爬 对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个局部呢 把这个定式简单的给旗友们介绍一下啊 如果你直接飞 刚才说了 跳不太肯 那么直接飞的话呢 白旗爬 黑旗长 白旗再爬的时候 黑旗这个旗呢 如果还是简单的长 让白旗跳出来 这个形状并不好 这个形状并不好 这里已经被拆二逼住了 这个黑旗是不满意的 黑旗十分想搬下来 这个搬下来是很有力的一手 但是眼下如果马上搬的话呢 又不太成立 白旗有这个尖的好手 尖 我只好挡 是的 这个定式值得旗友们记一下 捕出来 断一下 是 打吃 是 然后白旗从这打吃 这个时候 你大概会提或者接 应该都不太行 你如果提的话 它打吃 你也没有接 只能接上 然后 这个形状 对 这个形状对杀 黑旗显然是对杀不过白旗的 这是 黑旗是不行的局面 我们这个旗呢 摆到这样的时候 可能有些旗友们就会提出一个疑问了 那照你这么说 这个黑旗到底应该怎么下呢 如果摆成这样的时候 当白旗爬的时候 搬不成立 长又不行 那这个旗 难道 起不是黑旗没辙了吗 问题出在前面 这个时候 黑旗应该先搭一下 做点准备工作 做准备工作 这个我要搬吧 这个应该是搬 如果退的话 这等于已经先手被便宜了 然后再飞 有了这个准备工作 再这么下呢 是的 有了这个准备工作的时候 就可以搬了 如果你还是照这个套路来 我们看一下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带走这个 是的 你还是得接 黑旗带吃 在白旗带打吃的时候 黑旗一接 就会粘上 白旗就不行了 这个局面 比如说这个旗还是有它的变性的 还是有它的变性的 那么 曾经有职业棋手的对局中 下出过这个局面 黑旗靠一下 黑旗靠一下 在飞的时候 白旗就跳出来了 白旗不在这里 直接的去进行纠缠了 因为黑旗这个靠一下呢 虽然是有它的目的性啊 但是不合否认的是 还是先损 先损 把白旗撞得很厚 所以这个局部呢 白旗就可以由资本来重新处理了 就不跟你纠缠 是的 这个围旗中 这样的这种对比呢 是非常有趣 非常玄妙的啊 如果它硬来 你跟它抵抗到底 它没有招 那么它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那么付出了一些代价 你在这个局部 也可以同情处理 是 黑旗 上下的大概局面 黑旗冲了拐 又冲了拐 白旗 这样拆崖出去 黑旗吃 白旗再拆崖 这样可能就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定型了 也有也有接上的 也有很强硬接上的 我记得当年 好多好多年以前了 王瑶跟朴凯逊下过一盘旗 那个大概是得 六七年以前的对局了 后面的进程 我有点记不太清了 是三星杯上 它就是沾上的 对王瑶指白旗就接上了 但是后面的那盘旗的进程 白旗并不是特别好 这个沾还是稍显有点沉重 那么我们这个局部的定势 大概就先给旗友们介绍到这里 因为有很多变化 不满旗友们说我也记得 不是特别清楚了 就像这个飞好像似乎近期下的也不太多 非常的少 是的 如果说这个变化很流行 然后我稍微的脑子里经常能够见到的话呢 可能对这个变化还会更加的上心一点 给旗友们介绍的更加详细一点 但这个其实围旗上的变化就是这样 有一段非常流行的旗呢 过几年好像就没有人下了 一个人都没有了 大家都不研究它 是的 那么我就忘得差不多了 这就几个基本图 大家有点印象 对 首先 首先有几步棋不能下 这个飞和这个尖不能下 这是白旗的意图 这个拆二呢 并非不能下 但是呢 白旗也应该蛮开心的 飞是最强 飞是最强 那么最强的话呢 变化大概就是刚才的那些 飞了之后还得会这个靠 是的 我们看白旗 四尖加以后 黑旗在这个局部 脱先了 脱先了 脱先的其实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但是它走的是这个 走的是这个 那么这个旗呢 那得先交换一下 是吗 我不知道是用什么角度 应该去阐述 黑旗的这样一个进程 我们可以假设 有两点 第一呢 但这个只能是假设 第一呢 如果黑旗直接走这个的话 它可能 它可能不喜欢让白旗手脚 有可能 所以它要请先先挂掉你这个脚 对 把你这个地方的阵势呢 改变一下这个未来发展的趋势 但是这个是好是坏呢 很难衡量 我觉得更多的是 心情上的一些理念使然 第二呢 第二点呢 就是实际上 它在这个地方呢 它由自己先出牌 而转换成了 让对手先出牌 那么我们从后来的进程可以看到 白旗在这个局部 那你拖先白旗当然要走 白旗肩顶 对 然后再飞起来 对 黑旗再拆 实际上就有点还原成 我们刚才摆的那个一个图 摆那样一个图 那么你单拆的话 黑旗单拆 白旗估计也会这么下 唯一的变数就是 白旗有可能会走这个 有可能会走这个 但走这个的话 黑旗也未必就会走这个 黑旗可能会跳高 跳高或者小飞脚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那这一点的假设呢 就不是特别容易能够呈现 我们除非要问问小贩 如果这么下的话 你是准备小跳吗 那么得到小贩的答复 才算靠谱 可是它大飞了 我怎么觉得 这时候才应该小跳呀 是这样的 它现在飞完了以后呢 我们不是说这块 其实相对来说 比差一路的时候要厚 但是呢 它有把握在这边 能够轮到它下 可能是这样的 白旗 它会再补一个 对对对对 它是觉得这边 有可能轮到它下 这个问题的假设起来呢 其实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 在布局的时候 你去揣测一位顶尖高手 他脑子里究竟是在想什么 很可能你琢磨的越多 就离正解越远 是这样的 我们就是以讲解者的角度 来跟大家一起欣赏 这样的一盘旗 因为我们每一个职业系 手上脑子都是高速运转的电脑 那么你想的东西 和别人想的东西 未必是一条平行线 这是个人风格的问题 是 那么总之呢 我觉得如果黑旗想站到这个手脚 其实不是难事 那么直接拆二 想开了 在这边局部先定个型 再去守这个脚 这个问题是不大的 现在放到这个局部以后呢 白旗先挂脚 挂脚 对 这个挂脚常规 常规的手段 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黑旗加工 黑旗在这边选择加工的模式 也有很多 对 它不会再去拖了吗 抢控有可能吗 应该说也不能在这坏气 也不能在这坏气 那这个拖 拖我估计会像很亮 对啊 我就走一个简单的 好 比如这边再拆一个过来 对 其实也不能 也不能算是 平平稳稳下吗 正常的一局 像这个局面呢 这个局面以后 以后的下一手 黑旗这个尖冲很厉害 哦 是尖冲的 我还以为是打入 打入的话 白旗挤一下再靠 只是底下捞了一点 这个尖冲比较厉害 这是邱骏发明的一手气 最近也好久没人下了 哦 那这地方是怎么下的 嗯 我们用一分钟 就跟这个黑旗没什么关系 其实很简单 你爬它就压回来 哦 你你贴它就打上去 很简单 嗯 那么贴的话呢 有点过分 黑旗打上去 被分成两块了 白旗被分成两块 不太好 那么如果爬的话呢 黑旗贴 白旗大概还是退 黑旗顶住 让白旗变得比较局促 同时扩张外面 是黑旗的意图 哦 鞋的空很小 打入不是好气 嗯 这个局部跟本局没什么关系 我们尽可能的来跟着节奏走 嗯 下攻 积极 相对积极 它就来这个了 嗯 腰刀 是的 现在腰刀其实也都是很变形的腰刀了 很少有按正规的走 飞旗靠 这是必然的 这两首旗是必然的 哎 现在呢 那常规的定式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是顶这个 顶一下 顶 然后跳 白旗斑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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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呢 白旗做选择 这个局面下白旗能立吗 争子不立吧 是的 争子不立 所以现在不能立 不能立的话呢 白旗不开心 只能立的话 那这个局部的定式呢 基本上可以断定啊 以现在的职业骑士的眼光来看 嗯 这个定式已经不叫定式了 这个定式 白旗施亏 如果说只能虎的话呢 白旗要略亏一点 嗯 所以现在很多很多的职业骑士呢 都不愿意选择这个定式了 嗯 这样的话 也是 前提他会判断 能不能立啊 如果争子不立 不能立的话呢 他从一开始就不选择这个定式了 但是就算争子有力 立下来 人家也是要断的呀 嗯 是的 那样的话呢 会有一个比较 复杂的比较复杂的一个斩斗啊 也是 那那个定式一介绍两个小时就没了 开专题应该 是的 开专题 需要更实战的骑手来开专题 嗯 那么他实战呢 也可以要验证了这么一个想法 他当然看到了争子不立 是 这个小范当然看到了争子不立 所以他单拖 这个单拖是非常流行的 嗯 陈南 问题又来了 关于这个单拖 你又了解多少呢 我了解的 嗯 是不是这个还是要跳呀 我们以你的对这个定式的认知呢 做一把尺子来衡量就是电视机前的乞友们呢 究竟对这个定式能够了解了多少啊 那么跳 现在他现在不准备顶 这个就还原了 是的 他会搬 会搬 嗯 搬的时候我应该不太愿意虎 如果简单的虎住的话呢 就是有点吃亏了 因为我白白被搬了一下呀 是的 他就可以虎这个了 嗯 你再打吃 他可以打吃一下再飞出去啊 这个白旗的速度就变得非常快 我不愿意虎这个 嗯 这个虎肯定不是好奇 嗯 那么像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基本上黑旗也就是两种下发 两种下发 一种是单段 一种是搬 嗯 那么如果反搬的话呢 白旗取定 这个取实地取得会比较多 白旗也接 我要断吧 对 大概是要断 拐施 贴下来 这样的话白旗先手 取得实地 拆一下 拆吗 可能拆拆高一点吧 高一点 高一点 以后被这个 这个子还没死尽呢 像这样的子 活动于 对 像这样的子一定要发挥它的余热 嗯 如果这样的子 简单的就这么放弃掉了 再也没有什么活动能力的时候 那么就证明白旗亏了 所以在未来的这个作战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在这地方行的每一步棋呢 都是要考虑这个子的发挥能力 要把它利用起来 对 可能不着急马上动出 但是一定要让黑旗意识到 这个地方是欠一手棋的 是有所欠缺的 嗯 这个很重要 这是一个定式 还有呢 还有 嗯 就是不搬下来的 是的 就断吧 是的 这是它实战的下法 断 白旗立 然后这是要糊 对 这个还是要糊 这个如果不糊 简单的走下来的话 这个局部被黑旗挖吃 被白旗挖吃一下 非常非常的难过 啊 我是不是能斩坏 对 所以说这个黑旗一定要糊 要吃一下 然后再吃 再吃 然后黑旗长 这是实战的下法 我记得是走这个的 有的 两个都有 我提了我再打过来 是的 两个都有 那么这样的话呢 白旗可能会吃 你提它接上 大概长 这个也是可以的 也是有的 白旗再长 嗯 这个字不肯轻易被对手吃掉 那我觉得这个黑旗不好 实地先给别人了 是的 我也不喜欢黑旗 这个局部我也不喜欢黑旗 我觉得黑旗这样下的话 有问题 其实实际上呢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 即便是下城实战这个局部 其实我也不喜欢黑旗 我觉得黑旗的速度太慢了 白旗已经先手把这个脚拿了 然后两边其实并没有 黑旗并没有什么特别 让人满意的一个地方 尤其这个头还没有完全的封住 开始是黑旗二打一吗 是的 我觉得这个图黑旗的速度太慢 实际上我想在这儿 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定式的选择呢 是我经常用到的 不是咱们摆的 不是咱们摆的这些 拖的时候我觉得呢 这首棋谁先发明的 我想不起来了 是的 我觉得这首棋比较有利 顶完了打吃 这是命令型 然后再拐吃 我觉得这样的下法呢 嗯 黑旗好像就好一点 常用这个是吗 因为我下二斤高架下的少 那么但是对手如果是这样选择 单拖我的时候呢 我经常会这样去选择 嗯 我觉得这个下法更有利 后面的定式呢 我们给大家也在这里做一个普及啊 因为可能对于很多旗友们来说呢 对这个定式都了解的不是特别多 可能会有点陌生 白旗要扳 白旗不能够单断 单断的话 黑旗冲下来 白旗就不太好了 嗯 黑旗冲了一粒 你就不好办了 你要是拐的话 它再一段 哎 想成这样的话 这个黑旗是非常开心的 你还得这样 嗯 这样 很吃的 然后再一提 这个黑旗反正开 都包进去了 就脚上的空也不是特别多 嗯 这个黑旗是高兴的 白旗不能这么下 白旗这个地方要下的话呢 得单斑 得单斑 单斑斑的黑旗其实是有点难过的 如果你现在提的话呢 白旗简单的一小间就全连回来了 这实地有点疼 实力太大了 这个黑旗不划断 所以黑旗呢 这个局部要下得凶一点 扳下来 这是最凶的抵抗 然后白旗再打吃 现在呢 黑旗就不好意思冲这个了 直接被人提掉了 被白旗提的话就变成后手了 所以黑旗没有退路 也只有接 那么白旗接 这个定时实际上呢 是一本导师的 提掉之后呢 白旗现在不能够马上接出 因为不能够长出 马上长出的话 黑旗接底下白旗的这个出炉变小了 中央直接作战呢 黑旗并不怕 所以白旗这个时候呢 先去搜刮这个 这个角 这是正常的一步棋 黑旗扳 白旗要立 然后这个时候呢 黑旗下一手棋很重要啊 千万别着急去挡 这个挡就是大恶手啊 挡别人 活了吧 对 白旗一扳一立 正好是一个板六 是活旗 这个局部啊 那么现在黑旗就忙不过来了 这个提和这个做活就忙不过来了 对 所以说这个挡千万不能挡 单提 黑旗要单提 对 单提下一个手棋 为跳过去杀他做准备 现在白旗如果说要是走在这里 要强杀黑旗的话呢 并不划算 这是杀得了吗 哎 肯定是杀不了的 这个局部是一个很奇怪 很奇怪的一个结 这个结征的前景呢 白旗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白旗现在不能够召集去杀这个黑旗 白旗得飞 白旗得往外飞 做活 这时候我也得做活 哎 黑旗也得做活了 黑旗要再靠的话 白旗先手活再杀你 那不行的 哎 顶在这做活 是的 这手棋呢 这样的一个定式 我记得也是在05年 05年还是06年的时候 李适时跟胡耀宇下出来过 同样的定式 当时那盘旗呢 胡耀宇直白是跳的这个 黑旗上面点一下 下面再加一下 这一旗就做活了 然后白旗这个地方不能容忍 黑旗先手靠下来 先并 白旗要往外并出 当然这个并出本身价值也很大 但我觉得下成这样的话呢 黑旗其实还不错 这个中央提一朵花还是厉害 提一朵花还是厉害 白旗在底下飞的并呢 实际上也多少有点委屈 先下在二路上 然后就加过来 再加过来 我觉得这样下的话呢 黑旗比较容易掌控 我喜欢这样的一个进程 基本上从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也可以 白旗也可以走这个 白旗走这个的话 那么黑旗就做活了 做活 白旗大概还是得从他逼出来 对 这个差别不是特别大 黑旗再逼过来 总之这个提一朵花还是很厚的 我觉得 你还是喜欢黑旗 我觉得黑旗这样的下法 可能比刚才那个下法 更容易掌控一点 当然这是两个风格 刚才那个下法 我觉得黑旗速度太慢了 白旗先手取了脚以后 外面大厂还可以再站到 这个 我下过几盘 实战的那个黑旗 我下过几盘 感觉不是特别的舒畅 给大家推荐一个定式吧 可能也 我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理 个人的感受 那么旗友们就当 稍待着学习了一个定式 那么定式的过程中呢 有几手其实不能下的 我给大家讲了 比如说黑旗的这个 旗不能下来贴 白旗的这个班 不能下来断 这个定式呢 其实 有陷阱 有很多陷阱 如果不学习的话 很容易下拖 还是需要了解的 至少如果 如果旗友们啊 正在电视机前 看我们讲解的旗友们 有的人喜欢拿白旗 下这个拖 也有可能啊 不排除 那么你在拖别人的时候呢 你也要留神 对手是有可能用 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手段 来进行反击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他实战 他实战选择的是 还是跳 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进场 他是先吃的 先吃再打吃 是一样的 这个次序 无所谓的 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白旗 扔到这个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白旗呢 他抬高一路 有它的意义 有它的意义 就是说 毕竟 抬高一路以后 对黑旗的这个 立二拆二这几个字呢 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压力比这个跳要大 是的 那么像现在跳这个呢 也是很有功力的一首棋 小范虽然年轻啊 但是呢 很沉稳 棋风很沉稳 就是 不是那种 特别着急 跟对手 主动挑起战斗的 那种棋风 有点像 有点像李长浩吧 我觉得但是又不太一样 他又叫少年师傅 对 但是棋风 可能还真是有点像 有点像 很沉稳 很沉稳 但是功力也很深厚 虽然17岁 但是功力真的很深厚 像这种跳 很有味道 这是典型的内功 其实对于 最为职业棋手啊 我经常说 就是像讲解 他们这些高手的棋的同时呢 对我自己也是一种修行 也是一种学习 我喜欢看到这样的 这种看到这种棋 很有感觉 很有感觉 就跟好像自己 还在坐在棋盘上 下着呢 我喜欢这首棋 如果我下的话 我也会下这个 哦 因为这种棋 就是跟星位那个差了一路 它就不是从这边来了 至少是不着急 至少是不着急 稳稳地自己在这补一个 对 这首棋呢 其实你说走这个 不好吗 也并非是 你这个也是一个选择 但是这个局部 可能不一定脱得了手 飞出来 你要再走的话 很可能反而要凑特一个调子 这个飞本身自己的形状也有欠缺 他先等一等 不着急出牌这个局部 以后再飞慢慢攻也来得及 那么这首棋的方向很好 面对的是黑棋的一个大型的发展的区域 把你的这边的发展的这个潜力呢 给销到最低 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很有功力 看上去很舒服 可能其实我们不一定 不知道能不能够有这种感觉啊 这些像这样平平淡淡的一跳呢 其实有很多味道 尽在不已很久 是 有时候单看齐不停讲 讲解可能理解不了 我其实最大的理想就是说 能够通过我们的语言啊 我们作为讲解者 我们最大的任务其实就在这里 通过我们的语言 我们对围棋的认知 能够把这样平平淡淡的一首棋 所蕴藏的这种 潜在的魅力给大家解释出来 但是总感觉我们的功力还弱一点 还弱一点 不能够完全的传达 其实生活中有一句话 就是很多东西是很难以言说的 能说出来的都是刀剥 那这样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应该去怎么表达 总之这首棋呢 首先的方向很好 朝向的这个黑棋的大型式的发展 方向很好 同时呢 弥补了自己的弱点 像这个地方 其实是有些弱点的 至少被别人先手逼一下 也不舒服 继续完了力量之后呢 还瞄着黑棋 慢慢的对你的这块棋呢 再下手 再来攻击你 就这种棋 以静带动 不急不慢的 这样的棋 感觉非常的 让你看上去非常的舒服 黑棋 黑棋 继续不离 挂脚 对 像这样的棋 如果黑棋真的是普通的就跳一个手呢 又显得太稳健了 白棋在一手脚 这个感觉黑棋的这个实力要 不太积极 实力跟速度都不是很乐观 所以说 挂进来 还是挂进来 反架 这个是对的 这个如果要是从这边走 对别人加到这 这个白棋现在不能接受 马老师 就是这个时候 人家这边先拆过一个了 然后这边挂的时候 有没有讲究 是低挂还是高挂好 嗯 就是选择起来 这个局面下 因为黑棋的挂脚呢 嗯 有两个意图 两个意图 第一是要在这里去尽可能的攻击你这个字 好 因为现在黑棋不肯自保嘛 不肯自保 如果挂脚 你简单的硬 比如说他脱脱一走 那么把你这个字也变薄 嗯 跟我进行一个同等规模下的一个战斗 那么黑棋的意图就达到了 是 当然黑棋做好的第二种准备 就是如果你不给我这种意图 比如说你说的刚才小飞挂和高挂的区别 高挂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你很有可能会选择这个 对吧 因为我小飞挂你也很可能会选择这个 对 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可能性 是 可是如果小飞挂当白棋紧逼到这里的时候呢 黑棋这个字转身不容易 黑棋做好的第二种选择就是 你如果不给我加工里的机会 那么我随时随刻想了转身 而这个棋一旦下成这样的话 你说黑棋怎么转身呢 如果它跳出肯定不划算的 白棋飞 你走一下 走着走着 连这边黑棋的发展潜力也没有了 对 那么这边人家是拆二 跟你这个同等一个子力的一个对比 你也攻击不到别人 这个黑棋下发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它的高挂在于哪 好处在于哪呢 就是如果你还是走这个的话 那么很简单 比如说它靠一下 靠一下再飞 像这样 这个很容易就转身了 或者说它不靠 就给你飞 给你留下一个拖过的 那么这边顶过来 再扶过来 走一走的话 实际上这边就变成黑棋的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 高挂它的优势比低挂 它的优势呢 就是更容易转身 你刚才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挺有水平的 问的挺好的 更容易转身 所以这个局面下 就是选择这个高的 好一些 得分要高一些 其实不管是高是低 我觉得白棋大概都不会在这个局不一样 都会选择加工 因为下一手机白棋还是有点担心 总是要照顾一下 它 还是有点担心 一下这个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一个分寸 那么也是给黑棋处理一道题 白棋的这个加也是好题 如果简单的低加的话 黑棋转起身来很容易 这个白棋并不开心 如果还是这么转身呢 如果还是这么转身的话 那不一样咯 不一样 这你不好办 好我就 冲 只有冲啊 这样 我不是把您拥了吗 这个子是给你征的 给我的 这样的话 其实征这一个子 由于黑棋这个子的位置不好 整体来说白棋还是不错的 白棋脚上的空已经有20分起来 黑棋这个花提的感觉 要是没有这个子还可以 还挺舒服的 多余的 肩膀上团了一个 这个感觉就不是很舒服了 这个白棋就让你提了 是的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黑棋不满意 所以呢 这个也是 你这个问题呢 紧接着我们就要来解释 下面一个问题 如果你不问 很多棋友们一看 后面的这个定型呢 可能新的问题就出来了 如果说黑棋现在普通的跳 黑棋也不满 白棋跳 黑棋还在跳 白棋在跳 那么走着走着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白棋前进的步伐的方向 白棋前进的方向 是对着黑棋 走往黑棋的方向上走 是的 这是黑棋要成空的地方 黑棋这个下法呢 这个很通俗的句话 叫隐隆物识 走着走着 自己唯空的这么一个环境 很难 不知道去哪里去唯空的 方向有点问题 而白棋这两个字呢 还是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 是 所以这个不满意 黑棋呢 很想通过这样 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手段 就是来扭转这个趋势 对 就把这边变为己有 可是呢 这个飞又显得有点 怎么说呢 又找到白棋这么一靠 是的 难以成立 所以说我们看他实战下了什么呢 实战就能理解了 他走 先交换一下 这个托其实很损 很损很损 托的话白棋当然要搬 当然要搬 一下白棋两个字变成三个字 这个局面就厚多了 厚多了 但是呢 黑棋通过这个交换 再走到这的时候 等于也是把白棋刚才的 那个手段呢 给消除掉了 这个是黑棋的意图 也是黑棋付出代价之后呢 所得的一定的回报 就在这里 那这个应该也属于就是这种场合下的下方吧 非常贵手段 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像没有一高加往底下拖的 很损 这个绝对是非常贵手段 那么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 白棋现在不能得这个了 得这个黑棋一冲 当你断的时候 黑棋不是得这个 黑棋可以横顶 这个厉害 发挥作用 对 这个是黑棋的意图 白棋如果这么下的话 当然是不行的 这时候倒是也是给小贩出难题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它就是在这边下 是的 拖一个 看上去是要拖断了 这个棋就换一个定式选择了 其实 我来判断 我觉得这个地方 黑棋动的脑筋肯定要比白棋要多 因为白棋呢 是被动的选择 就是你如果跳的话 白棋跟着走 你如果走别的变化呢 白棋也有它的办法 跟着黑棋选择 是 像你现在先损了一下这个呢 付出代价之后 那么白棋在这个地方 再进行其他定式的选择呢 其实余地是非常的大 白棋这个拖 拖黑棋显然也只有斑 因为黑棋的目的是要在这边形成自己的一个实力 斑 然后白棋断 白棋我觉得 从进程上来看 从现在的进程来看呢 应该是白棋比较开心的 打下来 打下来 长 这形成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定式 然后就拐回来 是 而且把这个蒸掉 是 这还是要蒸掉的 但这个蒸掉呢 后面的问题会出来了 有个引针 是的 这个问题也会出来了 那么黑棋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似乎没有什么太多别的办法 白棋现在在这边引针是一个很有悬问的事情 对 针对这个大飞手脚吧 嗯 这个地方的引针应该怎么引 有点学问 这个点是引不到的 是吧 这个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这个点如果能引到是最厉害的 一手气直接冲上去是最厉害的 对 但是黑棋挡住的话 似乎是没有引到 没有引到 再点一下引到了吗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 嗯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引针 有点有点趣味性 最严厉的手段不管用 不管用 嗯 这个点引着了吗 这个总引到了 引到了 但黑棋是不是可以挡一下呢 挡一下是不是又不太行了 不能挡 这个还能挡 这个不能挡 这个引着了 这个引着的话呢 就是看下一手提的这个厉害 厉不厉害 下一手是在哪 下一手最强的应该是往下冲 往下冲 断 那么很容易还原成另外一个定时 可以打 可能会还原成这个定时 嗯 这样还显得又不是特别厉害 对 连走两手 是 所以这个引针也被排除了 那么我们用排除法来验证一下 就是实战小贩 为什么要按照他的方法来引针 嗯 就是在这个地方引针 其实选择余地不是很大 我们刚才几个有可能的地方都 都给大家摆到了 要么就是引不到 要么就是引到了以后 不太满意 嗯 就是他选择掉这个 掉这个 掉这个 黑棋能力吗 其实问题不用问 如果能力的话 如果能力的话 小贩就不会走在这 对 我看陈南还要在这里去计算 其实这个 跟在开个玩笑 实战给了答案 对这个是肯定 肯定是要提的 然后摆起靠下来 那么这个靠呢 当然应该是会有很多的收获啊 但是确实很遗憾 那这个子位置总是不在这 对 没有这个力量大 不过人生中 哪有那么多圆版的事情呢 只能是这样 我们先 先把这个地方先停一停 我们先看黑棋在这里啊 这里应该讲 黑棋的收获是非常大的 是 黑棋这个花提的方向非常的好 跟这边整体的后市呢 就已经连成一片了 但是作为代价 那黑棋付出的代价也不菲啊 这个五周角被人家连走 两小棋给穿裂了 那总体来说 还是像是一个很好的转换 很有意思的一个转换 现在当然我们回头看 这两手续的交换 黑棋肯定是很心痛的 是 很心痛的 一下把白棋撞得很厚 白棋也有他比较满意的一面 靠下来 靠下来之后呢 黑棋在这个局部大概就两种硬法 一个是他实战的挖 除了这个挖之外呢 黑棋可能这个家也可以考虑 这个家也是可以考虑的 这个家就是给白棋出一道题 看白棋是往下立 还是自己帮戒 我可能就沾上了 那么沾的话呢 大概就是会靠一下 获得的就是靠一下 逼他回去 然后再拆个二 那这个不是很满意 我估计小贩会立 会立下来是吧 因为立 黑棋这个必须要挖 现在白棋倒是可以选择 是吃掉这个子还是单长 这个倒是可以选择 如果单长的话呢 黑棋大概会煎 白棋再打了 收一下 收这边 吃的话呢 就是比较凶一点 你打吃 沾上 等你尝的时候 再看这边 能不能够洗 能不能够再打入进来 总之白棋在这边的收火 还是挺大的 但这边也给别人 撞出来一块 对 那么 再想办法吧 总之黑棋这个尖 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尖给白棋出的一道题 它实际选择的是挖 这个挖呢 挖其实 怎么说呢 从 就更激烈一点 当然是更激烈 还有呢 就是投入实地的成本呢 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挖黑棋挖之后 白棋没有什么选择 白棋断然不可能 去打吃这个 是吧 而且只有吃这个 肯定想要戴这个 对 接上之后呢 这个时候其实倒是有选择的 可以沾上面吧 就是有选择的 对 它实战 沾底下是不是太着重实地了呢 沾这个难道不行吗 沾这个黑棋当然也只有吃 那我就把那个吃了 吃完了以后 有一个问题 问白棋 敢不敢打上来 敢不敢呢 敢不敢打上来 如果敢打上来的话 这个棋黑棋麻烦了 这个是很凶的一手棋 黑棋如果开截 白棋提 黑棋有截材吗 这个是截吗 走两手 走两手 这总是截吧 这边都厚成这样的 但是这个截我估计白棋也没有办法硬了 只能夹 就算您 你先来吃掉 加工 这边黑棋的损失也是好几手棋的损失 那我觉得白棋不错 因为这边本来就很厚了 我也觉得白棋好 所以白棋这段下来看上去可以 白棋这个打吃上来如果能成立的话 那是非常厉害的一手 那黑棋还有别的杰材可以找 更不容易了 穿这个 穿这个 穿这个就要找损结 这个煎一下其实蛮损的 白棋是有可能跟着硬的 你再打吃大不了 它立下来 其实它的损失不是特别大 这个起方有意思 但是如果我不打 我就把这个吃了 也可以 你觉得也可以是吗 对啊 我觉得白棋 方向上也不错 其实啊 对啊 是的 我倒是现在有点 这个比较支持于你的这种看法了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似乎站在上面还是更均衡一点 因为黑棋在外面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 就是不能对黑棋的这个潜力视而不见 下棋要讲的均衡 其实我们现在看 由于白棋前面的几个地方速度很快 白棋的实际上是 已经不少了 不错的 实际的对比呢 白棋肯定是不失劣势啊 很好的 那么在这个局部实战小贩这个街呢 我觉得是问题手 它是贯彻抢实际的一种 对 刚才我看棋谱的时候 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我现在呢 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就是在全局上的这么一个均衡点上呢 掌握的不是特别的好 现在你站在底下 黑棋当然只有断 白棋吃 再一吃 这个时候呢 黑棋没有去拐吃啊 黑棋这个掐吃好手 他还想吃在这儿 我还以为就拐一下 算了 我站上 如果拐的话 他也接 这个角控很大 其实即便是这么下的话 黑棋补一个 对啊 那么黑棋外面 选举很厚 对 黑棋其实外面的配合呢 也还是算不错的 也还是算不错的 但是他这个打吃就更凶了 这个打吃呢 有一点就是你不能跑 你跑的话 他也跑不跑 我也跑 这个很厉害 这个白棋是不行的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跑 现在只能这么下 再拐吃 你再吃 我提 对 那么现在你 你大概只有长 长的话 这边针子你是不利的 黑棋也利 白棋这个局部 就杀不过 白棋显然不行 所以 虽然有点委屈 但是被别人 掐吃在这里的时候 还是得踢 白棋只有踢 黑棋再拐过来 对这个棋 我觉得白棋有问题 整体来说 我觉得白棋 把这个棋吓小了 就又捞了一个角 又捞了一个角呢 显然那么 在这个定时之后 白棋全局的实地上的优势 那就越来越大了 四角穿心 对 但是实地的优势 不代表真正全局的优势 现在黑棋在外面的这么一个形式 其实也是非常可观的 其实棋下到现在呢 这真的是还早 还早 那后半盘 是不是黑棋这个后市发挥的地方 就会比较多 要看 就是白棋也要尽可能的在中央走出一些棋来 不能让黑棋的潜力无限的扩大 因为白棋的角控啊 这个角这个角 其实都还是很小 全加起来 恐怕也就是40m棋 那么黑棋中央的潜力非常的大 我觉得白棋刚才也真的应该戒外面 应该戒外面 我觉得小范呢 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就在这个局部啊 他后面下得非常非常的积极 特别的积极 如果说 其实现在你在想白棋 可以给白棋选择的这个应手 也不是特别的大了 如果你不走黑棋以后 这个搬接还是先手 或者白棋 黑棋一提 这个局部黑棋一提 白棋接上 黑棋再也搬接 你还是做活 就活到六目起 很惨 就活到六目起 很惨 那么两边黑棋加强之后 白棋这个子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活力了 对 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像这样一个子就这么孤零零的死在外面 虽然死了 也不用吃你就死了 这个效率来说 白棋断然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小范可能也意识到 这个地方 他选择上是有一些偏差的 他在这个地方吓得是非常的凶狠 对 他把这个先出动出来 直接就出来了 这个很凶哦 很凶哦 这么一个形状 然后被人家搬二字头 然后再挑出来 我觉得小范可能意识到了一点啊 很难 他意识到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图呢 对于白棋来说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比如说他这手鞋走在随便中央一个什么地方啊 那么这个如果两边都被黑棋这么搜刮到的话 这个白棋要输了 所以他一定要趁黑棋没有完成这个搜刮的目标之前 让他来不及 让他来不及 瞬间动出 绝对不给你搜刮我的这个机会啊 你休想逼着我老老实实的补回去 这个是他的核心的语言 很有胜负感 很有胜负感 如果说真的下场那样白棋就很难很难下了 黑棋下的也很凶啊 黑棋直接搬接 还是要强调 强调你这个 白棋是不是哪 搬了一下先 在挡那个之前 挡之前先搬了一下 是的 那么黑棋实际上这个语言还是要搜刮你 希望你做活 白棋现在这样下法呢 就是他语言也很明确 他就坚决不回去做活 他搬这个呢 是为了下一手飞起来做准备 跟你整体的对杀 为了这个做准备 搬的时候黑棋提节 提节 白棋这时候再挡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再沾上 然后再提节 这样的话确实下得很好 多了一个节彩 如果他单挡 接上搬的时候黑棋提节 等于又该白棋找结了 等于在这个局部小贩下得很精细 为自己赢得了一枚节彩 后面的棋 有点复杂了 在这个局部就开始 在这个局部作为讲解者来说呢 看的也有点冒汗 有点冒汗 这个棋 如果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 让我坐在棋盘上前算 我也不一定算得清 这个时候呢 确实 其实 其实经常 最近经常有朋友问我 陈南 我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 是怎么回答的 就是 有很多朋友问我 说围棋 围棋作为一项竞技体育 当然是体育组成的一部分 虽然有很多的文化属性 但是它的这个表现形式 还是通过胜负来表现的 那么就是完全的 自力运动 对 体育的一个 在体育运动的涵盖范围之内 那么很多朋友问 就是 为什么现在这个90后这么厉害 或者95后这么厉害 两个人加起来 跟王老师年龄一样大 就在那里争夺世界冠军了 40万美元 那么为什么 很多棋手 70后的那些棋手 那就不能下了呢 其实又不是对体力要求那么严格的 这个问题老生常谈了 其实是属于 那么你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原因呢 年轻一点 您说现在这个70后棋手 为什么就是征战一线的 其实不仅仅是70后了 你没发现吗 80后好像慢慢的都已经变成老将了 对 我们所熟知的那几位 这个小虎辈的棋手啊 好像现在能够排在等级分前10名里 也是寥寥无几 有比多了 对 最近最新的等级分 好像排在前10的 有8个是90后是吧 但是鼓励还第一 鼓励很争气 鼓励很争气 范婷玉是第9 也是在一个上升阶段 这个趋势很有趣 其实我也是不太能够思索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总之可能现在的围棋变得越来越激烈了 对 对体力的要求 对计算的要求呢 也是越来越高 那么我的朋友还问我呢 为什么日本棋手很多60岁70岁的人还在下 好像成绩还不错 那么可能这个问题确实想总结出一个特别精准的答案呢 并不是那么容易 但日本棋手在国际上 好像不管老棋手还是年轻棋手都要差一些 是 可能不一定有标准的答案 那总之呢 作为一项竞技体育来说 还是年轻者得天下 年轻人他更加心无旁骛 也更加的这个精力充沛一点 花在训练和比赛上的这种执着度呢 可能也会更好一点 这些都是构成一个成绩的组成部分 对 就像我们刚刚结束的农心碑 三国阵容都是越来越年轻了 而且到最后的主将决战的时候是两个90后 是是是 蒋维杰和朴清华 都拿过水冠军 这个现象既然存在一定有它的合理性 我觉得可能值得更多的人来思考一下 那么现在这个棋呢 其实我觉得从后面那一首棋也可以看出棋手的这种意识 后面那一首棋呢 可以说是神来之首 神来之首 反正让我吓我肯定吓不出 黑棋是吧 是的 这首棋让我去想让我去吓我肯定吓不出 至于他这首棋 对他这首棋当然是不是好呢 也值得商榷 也值得商榷 并不是说这首棋就绝世的妙手 但是呢 我觉得像20岁的小将 朴天欢啊 二十 刚刚二十 下出这首棋也是 还是让人有一些佩服他的这种勇气 那这个局面如果正常情况下 你觉得黑棋正常分岁是在那儿呢 正常没有结了 没有结的话呢 还是想提回去啊 提回去那现在提不去 可能就想先尝一下 先尝是吧 对 这个可能是绝爱老鼠棋手的一个想法 其实就算单长呢 就算单长 我是真的也没看出来 白棋就有什么特别强的手段 可以把黑棋给击倒 真的没有看出来 因为下一首棋截还是很厉害的 这个棋截有先手味道 你不走一打尸就直接全打死了 是 那白棋会从这边过来吗 首先你过来的话你飞不下来 你飞的话他提截之后 左冲右冲 你针子是不利的 是吧 我简单的冲你就不行了 那我小尖 你小尖 那么小尖 我很轻松就跳进去了 这个局部也不是很怕 或者拖了两半 好像坐火很容易 还可以先提一下结 逼你逼回去以后再说 那这个棋我是觉得 单长的话 应该黑棋是可战的 是可战的 看不出有怕在哪里 是 因为不管怎么讲 白棋这个压了跳出呢 它是属于一种 在对现有局面不满下 使出的非常手段 是吧 它作战成功的基础并不牢固 不是说我在这里 已经力量积蓄的很足了 然后我那个一出拳 就能够击中你的软肋 它本身是不占力的 它本身并没有说 足够的这个形式 优势来支撑它 打到这么一个战略的效果 属于有点带有胜负手 冒进性质的一种突击手段 对 那么黑棋这个 在这个局部慢慢的下 正常的硬 应该说是完全可以的 完全可以的 可是呢 黑棋实战还是使出了这种 看上去有点像非常规的手段 非常规 对抗非常规 对 这个棋说实话呢 我只保留意见 我只保留意见 但是我很欣赏 其实我自己虽然下不出这样的棋 但是我很欣赏这样的棋 我觉得年轻棋手嘛 就是总得有这样的棋出现 才能够证明它的这种招气 这种招气 我看王老师是不是他算清楚了 厂考之后 因为咱们是三个半小时 还有延时法典 还有充足的时间计算 他时间很富裕 对 但这个地方你指的算清楚 是算清楚什么了呢 后面的一系列变化 还有像这样的棋呢 就是我们说计算啊 计算在职业棋手看来呢 分好几种 有的是这个实体的计算 直线的计算 就在这个局部 要不然就已经是进入到中复 这种你死我活的状态了 这个直线的计算很重要 还有就是边缴死活的计算 那个更倾向于死活题的概念 往往灵感比具体的计算还要重要 你有的这个灵感 你才能够发掘出妙手 顺着这个妙手的渠道走下去 才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就像金庸小说中的那种真拢棋局 第一手棋得走到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但那是传说了 那么还有一种呢 其实就像这种计算 像这样局部的计算呢 它是相当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 就是具体的计算者 虽然大家都知道战略目标是什么 但是具体应该怎么入手去着手 中央的这个进程呢 是变化有很多 很难很难很难 所以说你说都算轻了 我不太相信 我不太相信 因为这种比较宏观 比较难以掌控的计算的 这个方向在那里 其实并不是很了解 就它可能能够计算到一个 对它相对有利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前景 它要计算到一个长距离的手段 直接把对手击溃 这个应该是不存在的 不太现实 是 它实战选的是这个靠 我们卖了半天关子 还是把这首棋给大家展示出来 走的是这个靠 那这个靠说实话意图 对它的目的是 不是特别了解 而且从后来的效果来看呢 我也不觉得它这个效果有多好 如果是我来下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简单的退 未必不好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简单的未必不好 靠这个 靠这个 那么 其实 其实这个棋 白棋选择余地还是挺多的 我们看它实战 其实我觉得白棋实战 笑得也挺好 白棋就打来打吃 再打吃 这个你没有办法 只有拐 这个只有拐 这都是命令型 然后白棋再冲下去 对 因为现在白棋是不能够马上提的 白棋马上提 这个直接棋筋被杀在这儿 被断死了 这个不行 断然不行 所以说白棋要先冲 这两个子可以死 但是这两个棋筋是不能死的 下场这样的话 其实黑棋也是有点头痛 这棋不是那么好下 在镇上撞一下 还是没太看动 现在你不能松 你如果松的话 它就可以提了 可是你也不能够马上提节 你马上提节的话 白棋在这里走势 也都是节材 甚至它小尖 这个什么 这也都是节材 你现在也不能够开上来了 你本来没有这个子的话 黑棋可以一手棋开上来 现在白棋在这儿 做了一个交换 你提完键以后 你还只有粘节 你不能够直接开上来 这个变化差别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 黑棋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黑棋冲 断 当然白棋现在还是不能提 这个还欠着真子呢 白棋在这儿打吃 寻求一个步调 这个棋就是变成 有点一本道了 这个要长 就不长的话 这个跑出太厉害 然后白棋在拐吃 长出来 再打吃 再打吃 这个时候黑棋只有提 这个很痛苦 黑棋不敢长 长的话 这个拐吃出来太厉害了 这个黑棋在这个地方的作战 是没有把握的 黑棋只有提 白棋再打吃 这个被打成 这个被打一下 很痛苦 然后回过头来 再把这个削 对 这个提完了以后 它主要有鲜手味道 如果你不走下面 这个翻吃这个对黑棋来说 实在是太痛苦了 难以忍受的一个下法 所以这个提还是先手 黑棋还要长 黑棋还要长 然后白棋再长 这个整体的下法呢 我觉得黑棋吃亏了 黑棋吃亏了 黑棋现在这地方还要补齐 不补齐的话 虽然这两个子看上去 暂时跑不出来 但是以后一拐一打吃 在一般这个被收得非常的惨 所以一个冷静的不吃回去呢 又是下肢 又轮到白棋下 白棋在这儿还是先手 所以这个棋整体的作战呢 白棋脚上活了很大 实际不齐 外面还走出来一块 把黑棋两边的这个形式呢 给消掉了不少 这个作战 黑棋明显地吃亏了 关键白棋还是先手 还是先手 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在这儿休息一下 等会回回头来呢 继续给大家介绍 这番棋的精彩进程 好 一会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欣赏这场天王山之战 刚才我们给大家解释 介绍到这个局部 我觉得黑棋显得多少有点冒进 看上去白棋还不错 主要白棋 把这个角活了时翻木起以后 这个实地上的差距拉开了 黑棋眼见着实地 这地方怎么 如果单纯的只是在这边围空的话 黑棋肯定不够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摆的 简单一点啊 你试一下 因为这个段是不成立的嘛 生子不立 那么你简单的 如果只是这么围空的话呢 这个肯定不够 这么围空 这边露着风跳一跳 只为这个空 黑棋要输 黑棋现在一定还是要去 最希望人攻击 是一定要去中央攻击白棋这块棋 刚才那么唯空 那会输很多很多 但这块棋真的不好攻 这块棋啊 对 这块棋真的不好攻 这个回家的路 是不是首先得先断这边 是 你看 其实白棋这边显有接应 挺厚的 这边这三个子呢 也不是一个薄弱的形状 黑棋 就像你说的 黑棋要想切断这两边的 这么一个硅度呢 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但是它的后势总要发挥作用 对 它的后势如果来违控的话 应该是不太乐观的 我们看白棋现在 其实还是跟白棋下脑 白棋脱先了 白棋尖这个 这个尖 还在抢 很大 很大 它中间也不担心的补一补 白棋是不是也不错呀 补棋的话呢 它主要还是觉得不危险 其实补一个也是本手 它补一个的话脚上会受输瓜 它可能黑棋一退 下一手这个和这个就减合了 它这手机很凶啊 白棋这个尖很凶啊 对 把实控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嗯 很厉害 柳棋双方现在 其实焦点也就在中间这一块 是的 那这个棋 进攻方压力会比较大 嗯 不是那么好进攻的 可能黑棋能收获多少 嗯 黑棋实战这个顶 应该还是局部的好棋 应该还算是局部的好棋 因为这个段不成立嘛 段不成立 那么入手点 其实就很难找 很难找这个入手点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维控呢 形式又难以满意 不满意 其余的手段又显得很松 所以这个这个笔顶呢 应该还真的算是一部手筋的 又顶了一下 嗯 这个顶 这顶白棋当然也没有什么办法 白棋拐显然是不成立的啊 拐被一段了 拐被一段 那这个几个子全都弃掉 那个太大方了一点 是不行的 所以它在这个局部 拐 这几个 这几手棋应该还算是正常分寸 挡住 呼一个 总之白棋周围的棋的形状比较好 没有什么借用 这个对进攻一方来说 还是有点头疼的 是不是这边还有路 是的 本身黑棋这个拐尸也不见得是绝对先手 白棋是可以不理的 所以呢 这边白棋还是留有出头的这么一个余地 嗯 可以先刺一下 做准备工作 哦 这手 他现在也不怕损实地了 嗯 对 这个肯定是有点损 但是呢 跟后来的作战一定是有关系的 等会我们会看到 点肯定是损的 肯定是让黑棋来讲呢 肯定是心痛的 嗯 心痛的 但是并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局部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是全力攻击他 嗯 现在黑棋最强有力的手段 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手段 这样 对 只有跑出 像普通常规的手段 什么斑呀 什么这样让别人做出眼来 那这个肯定是打败的局面啊 说输很多很多 嗯 所以他只有这样 哦 他还要传出来 嗯 这么打吃 这样打吃啊 这样打吃他一提 你这个局部已经形成一个打结了 嗯 也很怪 其实他就算往前长也是一样的 你不是还得接吗 嗯 你看他跑出白棋实战的这个局部 还要进行手段呢 是一样的 嗯 长 嗯 长 这个作战的前景不明朗 不明朗 但是黑棋的压力非常的大 刚才我们说 黑棋如果刺一下飞过来 这个地方还有希望形成一定的实地 嗯 还可能收关 是的 那么现在黑棋呢 实际上就把刚才我们说的那一条路呢 就放弃掉了 现在黑棋是一心一意的要整体攻杀白棋 可是如果攻杀不了的话呢 白棋就活到了黑棋的空里面 那他不是攻击获利了吧 是不是只能杀了 他要杀 但这个棋压力非常大 不好杀 空间太大 而且这边还有 有接影 有接影 这个棋 有问题 黑棋 黑棋很危险 现在我觉得 可能是这个地方多战的失误的原因吧 本来形势还比较纠缠啊 很难讲 现在应该是白棋的盛网要要大很多 好 白棋的盛网明显是要大 现在这个五点多 是不是应该有一方罚点了 黄老师 嗯 能对这个应试规则 这个用时 基本用时三个半小时 对 九点半开始的比赛 九点半 中午休息一小时 中午休息一小时 九点半下到现在 五点多 七点 差不多 七个小时 正式比赛不到七个小时 肯定有一方要罚点了 至少有一个人 嗯 但是这个棋呢 有点意思 其实这个棋跟罚点 可能关系还真的不大 对黑棋来说 因为它可以换取一些时间 算算清楚吗 嗯 必须这样 现在下得快没意义了 嗯 如果杀不掉这个棋 肯定要输 因为它不是最后笔目了 嗯 我对黑棋的下一首棋呢 有一些不理解 黑棋下一首 有一些不理解 对 嗯 这个棋第一杆来说 黑棋应该是 要么贴要么拐 就是要下得紧一点 它实战下的是小尖 这个小尖是 左也不挨 右也不挨 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 对 这个棋呢 一般不是职业棋手的首选 那么我们来验证一下 如果说拐这个 拐这个的话呢 可能也不是好棋 白棋可以连班 嗯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借用的过程中呢 你就算跳 那么 跳啊 不知道能不能跳成立 就算白棋这么普通的走一走 嗯 借着你的劲儿可能就处理好了 这个不是黑棋的首选 那我就贴这个吧 不是要攻这边吗 很想贴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要声东击西了 现在黑棋的主攻目标是这边 所以呢 这个子反而不能贴的 就是它去下 对 要贴的这边去下 贴这边 嗯 那么贴这个究竟有什么风险呢 这个是 黑棋要考虑的 对 这个要长 白棋应该是要长 嗯 长的话 你还压吗 长的话我好像只有压 我如果不压 比如说我 我如果这边走一个的话 你一跳加 我这个棋就狼狈不堪了 我只能这么拱出来 嗯 然后卖很多很多 那你更活起来 我快活了 回起来就更轻松了 对 我好像只有压 但这个压也有一定的风险 风险来自于这里 这个是什么变化 黑棋能不能跑呢 自于这里 嗯 这必须得跑吧 这个 怎么跑 跑 跑这个 嗯 它这个小尖能不能成立呢 啊 其实也没事 小尖就拐打完了 贴回来就可以 贴回来 嗯 那它现在拐打这个呢 拐打的长 拐打的长 嗯 然后你现在贴这个 我打吃 接上 接上 嗯 再吃 你就团出来 很难看 很难看 但是 但是我也得跑 难看也得跑 嗯 但这个下法 确实 黑棋风险也很大 黑棋风险 对 黑棋风险也很大 黑棋 白棋冲 我还得跑呀 嗯 打吃 白拐 你不能让我这个是牵手 你大概还得扳 还得扳 这样下的话 还是有点复杂的啊 白棋中央如果被切断的话 白棋中央也没几气 其实 白棋气也很紧 所以说如果这么下的话 能不能成立呢 嗯 这个压如果能够成立的话 白棋的处境比后来实战 还是要更困难一点 还是想压 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选择这个压 但是实战的肩 显然是有点问题的 实战它肩在这 嗯 为什么不能压 就是像这样的问题 属于我们刚才讲的三种计算的 这个叫直线计算的这个范畴之内了 这个直线计算呢 其实对每一个洗手来说是基本功 如果你没有这个基本功 你直线三路不能达到一定的硬性标准的话呢 是很难在职业戏坛里立足的 这是最需要你拼胜负的时候 用到的一个武器 可是像刚才这种贴的这个直线计算 确实感觉上啊 第一感上来说觉得呢 黑棋很危险 黑棋很危险 但是并不代表不行 还有一点我想到了 黑棋是不是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可以先考虑先尖一下 可以尖总是尖手 我总是得挡 然后再贴 刚才有些变化可能就不存 就不担心了 还长呢 长比如说我再贴 你再打车走拐吃 我一贴在这儿 刚才那个虎用上了 你刚才那个争吃并不一定能够成立 那我这个一定得挡是吗 挡在上面是吗 不挡什么 那这个被冲进去还是厉害吧 它的次序可能更精妙一点 就是在打车出来之前 先走一下可能更好 先接应了 对 因为这个局部没有什么变化 总之这个肩还是有希望尖着的 对 这个只要追求一下好的次序 这个肩还是有希望尖着的 这期应该要贴在这里 考虑要贴在这里 它实战的这个肩有点松缓 我觉得这个肩严重的问题是 嗯 现在白旗这两个子 其实不是说 一定要安全的逃跑啊 白旗的主攻目标是这里 主要防守目标是这里 真的把这边处理好 只要这边处理好 这两个死也没关系 因为一活肯定是活到黑旗的空里去 是 这个黑旗是不行 嗯 朴婷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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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他的成绩是很好了啊 但是呢 我还真不太了解他的这个棋的风格啊 就是看他的棋看的还是少 嗯 加上最近几年我也不怎么打谱了 打谱打的也少 就是偶尔会讲到他的棋 感觉他的这个计算能力还是很强的 是 计算能力还是很强的 那么他没有选择这个贴 应该是有他的一定的道理 现在如果说让我们猜测是谁发点的呢 我觉得80%以上是黑鞋 是可能发点了 因为这盘棋是它的难举 需要计算的东西非常的多 很难计算 为什么不贴 贴的话可能还很复杂 因为这个局部只要白鞋借不上黑鞋的劲 白鞋自己搭眼还是有困难的 有困难的 调停环是下完浓心碑 虽然说它是帮助韩国队夺冠了 但是他采访的时候说是对自己这两局的对局质量非常不满意 要求还挺高 对 赢了还不知足 对 采访的时候就是感觉还更有追求 这个呢 我这个形容可能多少有点不是特别的恰当 但是我觉得棋手在下完棋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棋手都有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都很高 希望能够下出漂亮的棋 然后呢也还能够赢 还能够赢 还能向他漂亮 但是这些呢 我觉得不用时时刻刻挂在嘴上 不用挂在嘴上 你实际上在这种团体赛上呢 就是每一个国家的亲密都希望自己国家里赢 那么赢的一方自然开心 输的一方其实已经很难过了 你这个好像在这个状态下 表示出对自己的不满意 感觉可能也是年轻吧 确实心高气傲啊 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不用挂在嘴上 那么我接着你的话题往下说呢 就是前不久啊 那应该是三天以前 在上海刚刚结束的这个弄新贝 是吧 那么朴廷华呢 等于在上海已经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是 他那个比赛是2月25号开始 是吗 然后不止 20 20 23号就开始了 是吧 连下了四盘 那么他在这边住了很长时间 一直留在这 这一点呢 客观上来说 对棋手的状态会有影响 因为棋手都喜欢在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下 去进行比赛 或者说去进行生活 他肯定在上海是毫无疑问 住在酒店里 然后每天的饮食呢 跟他的这个家乡肯定都不太一样 那这一点对范婷玉很有利 是的 他就是上海人 本身是上海人 而且呢 范婷玉这段时间 一直在于备战的状态 就是他也没有一个什么消耗体的这么一个说法 对 那么每一个棋手在进行比赛的时候呢 陈南实际上有一个词很关键 叫做兴奋点 就是一个棋手的兴奋点 不太可能可以长时间的保持在最高峰 对 他抛物线是有规律的 是有规律的 是有规律的 是有起伏的 那么水平是恒定的 就是他 但是这个水平的发挥 究竟在一个比赛中能够发挥多少呢 往往跟临场的状态有关系 状态的组成部分呢 有很多就是构成他的状态起伏的这个组成部分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生活 生活上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他经常能够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 跟熟悉的人打打闹闹 那个吃吃喝喝训练 那么这个对他是很重要的 是 我们曾经有棋手去韩国一待待十几天 不适应 然后二个棋下到最后的时候 真的是状态起伏就很大了 所以呢 我也想借着这个说一点 就是现在 从棋手这种比较玄妙的状态上来说呢 应该说是范田玉占有一定的优势 他前天去的 然后昨天新闻发布会 稍微准备一下今天比赛 这是很合适的一个状态 在一个地方 陌生的地方停留超过一个星期 人的状态 他应该是十天以上吧 对 会有浮躁 这个浮躁呢 不一定能够体现在具体的每一步棋的状态上 但是呢 会影响他关键时刻的决断 其实我们看像这样的棋 刚才这个靠 其实可能就是一种浮躁下的一种产物 而且两个比赛都非常关键 一个是团体赛的最后阶段 直接决定胜负了 还有一个又是应试杯的决赛 我相信以范田玉占这样的 这个星期这么高的一个棋手 他在投入前面两场比赛的时候 一定也是用尽了这种自己的能量 这个能量呢 不是那么容易累积的 就是用尽了以后呢 再恢复 其实要调整自己的状态 调整兴奋点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任何一个职业系统都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所以农心杯过后给他带来的是 自信这方面的正能量更多呢 还是后面您说的这个兴奋点有所下滑 显然是有得有失 显然是有得有失 我觉得可能还是失大于得 就是因为总的来说 你面对的很强大的 连续面对很强大的棋手 又是连着下棋 不像以前我们比如说内月平老师 下冲着微信联赛的时候 他连续营很多很多 但是注意有一点就是 那个他连营11盘棋 那不是在11天内下的 但是跨度是很长一段时间 下两盘棋 一休息休息两个月 又调整好了 又再下 这个充电充得很圆满 这个其实是起手状态调整的一个小窍门 那么我在想这个尖的理由是什么 我真的有点没想明白 是不是可以归结为状态呢 这个尖 这个尖显然有它的问题 显然有它的问题 最强的肯定是贴 我觉得这个条件还不会不知道 可是他没有贴 他担心的是什么 这一点确实让人有点做梦不透 目前有点没看出来 或者他觉得这个 我尖 效果更好吗 这个尖 都不用具体计算 从直接的感觉上来说 不太可能更好 就这个形状来看 是的 这形状左右都不挨 就很容易让别人借劲 那么你想如果贴的话 下一手一抱吃 直接就可以把这两个子提起来 现在你即便在吃 你要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和手术 这个吃起来也不是那么开心 这个肩这个肩不想好奇 那么肩这个之后呢 白旗处理起中央这块旗 压力上相对要小一点 小一点是吧 嗯 它靠这个 白旗在黑旗在贴 其实被依靠已经难过了 这期已经有难过了 本身白旗 因为你松的气嘛 你松的气 现在白旗这个是先手 消灭一打吃 一加 直接就干掉了 或者打吃打吃横打 怎么样就把这个吃掉了 刚才收的气 刚才收的气的时候呢 实际上这些问题反而不存在 是 那么现在这一靠 这个反而不好办 黑旗贴 白旗在长 对 其实白旗这几个子很轻 现在走这几个子呢 恰恰都是为了后面的借劲做准备 嗯 黑旗现在 黑旗不太好办 只有团 如果你单长的话 如果你单长这里被叫吃一下 这个形状更痛苦 嗯 折走这个 挡住 挡上 嗯 然后再接回来 这三个子确实价值不是特别的关键 现在关键显然 黑旗还是要拐 一定要截断白旗的联络线 是 这条交通线一旦被白旗联络上的话呢 这个黑旗就没有胜负可征了 现在 但是这个白旗这样的一串形状 嗯 看上去 也应该不太像死旗 也是很安静 所以说这个旗黑旗是男局 这个黑旗是非常难的男局 白旗搬 白旗也要征这条交通线 嗯 搬了连搬 连搬 因为 阻断黑旗的归路 黑旗这个当初一朵后事啊 提一朵花的后事 还是有可能会变成姑旗的呢 嗯 好 嗯 介绍 打断很重要 这个得断 就这个 嗯 然后白旗接一下 因为接是先手 下一手一次就把白旗 就把黑旗给吃掉了 那么黑旗在这地方走之前呢 黑旗现在还念念不忘 要杀白旗大龙 是 所以呢 他这几手旗的交换呢 很有趣 我们看 这个 这几手旗的交换呢 实际上从幕府来说 显然是亏的 那它是在 灭眼 破眼 是的 它要把你打成一团饼以后 把你潜在的眼味给破掉 嗯 然后再回过头来补这个 嗯 我们的旗谱呢 但是到这 现在就到这 这个硬石碑的规则 确实有点特殊 我们 陈南 我觉得啊 嗯 我觉得 不好意思 我觉得这个 我们在做其他的这个 大谈讲解的时候呢 嗯 很少很少有 讲不完的时候 是 哎 六点钟结束呢 这个 基本上七局都结束了 因为一般来说 三个小时 加上独秒 早上九点半开始下 到这个时间段 应该正常来说都结束了 嗯 尤其还有一些快骑的比赛 其实早结束了 嗯 我们可能 我们的讲解还没结束 录制开始的时候 就有结果了 那个 网络上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嗯 但是这盘 这种 应这个对局的时间规则呢 其实 对我们来说有挑战性 是 我们很可能到 一段延时 还没下完 这正常 因为它是可以罚三次点 是 我记得 我记得 前几年的时候啊 嗯 刘金 刘金和孔杰 在国内的这个唱棋杯里 下过一盘棋 到八点了吧 嗯 到快九点了 嗯 当时呢 那盘棋 这个花絮特别的有意思 嗯 孔杰呢 是第二天 在另外一个城市 有一场违甲的比赛 嗯 原定计划呢 是坐下午的飞机 赶到那个城市 第二天去比赛 那下完棋以后 直接去机场 结果这盘棋一下 下的那么晚以后 飞机已经来不及了 临时队里给他买了火车票 就是晚上十点钟 出发的一张火车票 第二天早上赶到 下了火车 马上下棋 是这样的 结果那盘棋 就是一下下了好久 好久 啊 我们这个讲解呢 我们这个讲解呢 理论上来说 理论上来说 是完全有可能 讲到这个 在九点十点的 当然第一 嗯 频道不会有那么长的 时间资源 第二呢 虽然陈南的身体很好 但是我们也 没有办法支撑到 那个时间啊 还是压力还是很大 很辛苦 嗯 这个棋 新的棋谱来了一点 嗯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讲 他们这个似乎是在 以一个小时 拾不齐的速度 是的 在往下进行 是的 这个棋 总体来说 看上去还是很精彩 从我们这个棋上 从我们这个棋上 看上很精彩 现在你说 黑棋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吗 其实也不尽然 其实也不尽然 因为白棋 目前为止 虽然这个排排子很多啊 但是至少你没摆出两个眼 对 但明确的拔花的这种眼味 其实并不是 特别的明显 嗯 那么 当黑棋走了这手机之后呢 白棋其实也挺凶的 白棋呢 显然 显然是不太相信 这块棋会死 他难道又去抢关子了吗 嗯 他把这个地方爬回来了 爬之前 提一下 提了一下 嗯 提一下 然后把这个爬回来了 把这个又捞了一下 还在抢 嗯 很凶 哎 他是不是有什么担心的地方 他担心是什么呢 他担心这个地方 即便他这个活了以后啊 比如说黑棋这地方先手防守一下 再把这个退回来 他担心这块棋还有危险呢 嗯 所以这个爬本身价值就很大 最主要的是 同时还在补强自己 对 范婷玉的语言呢 是即便这个地方给你去下 范婷玉也不相信那块棋会死 很有自信啊 赌徒 这个确实下棋需要有点这样的勇气 嗯 需要这样的勇气 嗯 那 核心 胜负的核心在这里了 对手肯定生气了 这个还要强 嗯 这个棋我还是真的觉得很难杀 你按常规的思路 总想把这个先救回来啊 那么白棋简单的搬 就算你搬 那么白棋在这里打车打车在一壶 这个棋已经很接近 像火器了 很接近火器了 所以这个棋应该还是挺难下的 人家但是黑棋 我看黑棋真的好凶哦 这个棋 不过确实也是没办法的 直接点到这儿了 语言很明晰 咱们这边不能直接连回来吗 我不作严了 就是往回家连 行不行 嗯 当然是黑棋 当然是白棋的理想了 但是实践起来有没有那么容易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白棋这儿先冲一下 怎么不亏的 这点冲一下怎么不亏的 对 那么现在呢 其实这个棋真的会死吗 我还是有点不太相信 白棋就搬呢 就搬这个棋 你觉得会死吗 就算简单的搬 这个还真 我猜会啥 简单的搬你会退吗 你退的话我再贴 你还得长 嗯 我这个贴头还是先手 我就会 就在接上 那这块棋我怎么觉得 你要跳 那这个局部我再进行靠一靠 这个棋好像怎么看上去都不像死的样子吗 比如说你搬 嗯 我这种挖应该都是有先手吧 你会接吗 也有可能 那这棋还是有点变好 单段 要不然 单段 总感觉不太像死棋啊 是不是 感觉白棋手段挺多的 嗯 黑棋自身的这个厚薄的程度 应该没有达到一个能够杀白棋的一个状态 黑棋 白棋是 我在想这个棋 他没有走 他走的这个 他走的这个 走的这首棋 他是想往回脸吧 肯定的呀 嗯 肯定是这样的 那么这首棋 显然黑棋是不能走这个的 走这个的话 白棋再搬或者再飞 那这个黑棋 这么大空间 对对对 就别想再去杀别人了 嗯 那么黑棋要把这个退回来 这个应该是一本道 这个退是指此一手 对 白棋贴 白棋贴现在的问题就是 黑棋能不能够再次阻断 还是想办法分断白棋 他也只能阻断啊 真的不能让白棋连回来 这个断弦 这样的挖弦是断不了的 挖白棋打吃完了一接 就没问题了 所以黑棋要想阻断的方法 也不是特别的多 也不是特别多 怎么断 点上面 是不是只有这样 点了生贴过来 生贴 那生贴过来我就扳 对啊我就 你断的话 我这个横顶应该是先手 横顶应该是先手 然后这一靠 你这些是不是跑不了 这不是死进去了吗 是 咋吃没有用 咋吃我接上了 中央肯定是活的 活了 活了也不行 这个是个问题 那么还是有一点不安全因素 可是马上走呢 似乎也不是特别担心 那么现在对于黑棋的要求 就比较严格了 其实这棋下到现在 我真的觉得 白棋怎么可能会死呢 实在不太像 不太像会死的样子 那黑棋 黑棋 黑棋跑这个 哦 黑棋跑这儿来了 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有点没看懂 跑这个我 我我杀呢 我继续追杀呢 还跑吗 那只有跑 是吧 黑棋我就继续追杀啊 追杀在外面 有什么问题吗 是不是对这边会有帮助呢 嗯 就是没看出来帮助在哪里 这是关键的问题 我没有看出来帮助在哪里 嗯 我真的没看出来 哦 如果刚才那么走的话 是没什么影响 没什么影响 嗯 要挖这个的话 那也没什么影响 对 这个棋谱没搞错吗 是我的问题 我眼花了吗 我是看不太出来 我是看不太出来 就打出来贴下来 又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什么什么手段来断 我觉得啊 这个棋 讲棋其实就怕这个 作为讲解者 就怕这个 超级简单的手段 它偏偏不下 我们看到的啊 我们看到的 超级简单的手段 偏偏不下 然后我们又看不出来 所以然是在哪里 就是 就怕这个 跳这个吗 似乎只剩下这个点了 那跳这个 跳这个 我就看病 你好像也不敢 你就生冲是吗 生冲我靠 我再冲 再冲 这么冲下来 冲下来 这边黑棋能行吗 那我也只能硬着头皮 还得 这个黑棋也不太靠谱吧 自己已经进来了 一会儿自己死进去了 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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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冲我 不知道写危险 嗯 可以扳 嗯 不知道 看上去好像也不太 黑棋好像也是 比较危险 跳这个 跳这个可能还真的是 唯一有希望断开的 嗯 唯一有希望的 别的都已经 他们说了 那可是跟这个跑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倒推一下 那要直接直接想断 跳这个是不是也能断呢 跳这个 跑一下跑 应该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只有亏的可能 对只有亏的可能性 你比如说跳我有尖 嗯 那么尖你冲一下以后 比如说你一定要从这边挖断我 挖断我 挖断我 我刚才还忘了白一点 那么实际上你要强行挖断我的话 你只能从这儿断是吧 你沾的话我一挖就解决问题了 像你刚才那个跑两下的话 嗯 这个呀总的感觉断起来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嗯 这个跑没看懂 这个跑 但是白鞋也没看懂啊 他不跟着往下吃啊 还是没看懂 是的 你说的对 这个时候已经我进入了看不懂的状态 这就这么吃下来怎么了 我记得这个你你听说过古时候有一个当虎时局吧 范锡萍跟石像夏 在当虎下的当虎就是现在的平虎市 在中国在浙江省嘉兴的范围之内 嘉兴市的范围之内有一个平虎市 就是当年的当虎 那么当虎时局里面呢有一盘棋有一个细节 我没有看过那盘棋 但是我记得书上有个评论特别清楚 就是范锡萍跟石像夏两个人呢都是以计算而组成的 其实我们的古奇往往理论水平不高 但是实战技术很高啊 两个以计算著称的奇胜大师 那么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对方露出了一个破绽 不应该的破绽 可是呢 那一方也没有去冲 也没有去冲击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有两派 两派这个观点呢就展开论断了 一方说 一方说双方误算 一定是双方误算 他误算了他也误算了 但另一方观点说呢 这么强的两个人在局部计算上不可能出现双方误算 这个概率很低的 一定是 其实这不是误算 这是一个故意卖个破绽 等你来钻陷阱 是个陷阱 对 那么这个争论呢 实际上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是没有答案的 后来呢 据说啊 有其有验证 有其手验证 还真的是陷阱 不能往里钻 证明这个是骑手中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存在的啊 那这个骑你说会不会是双方误算呢 是误算还是陷阱呢 难以阶段 难以决断 那么总之 白骑肯定是非常想下这个的 我觉得有这么多的时间 有这么多的时间 应该是能算清 如果说再算不清那肯定是有很大的问题了啊 因为黑骑跑这个也不是随便跑的 这个跑的很损很损 是 跑完了以后没有手段 那是很对不起观众的事情 有手段的可能性大 有手段的可能性大 我觉得在如果说已经读秒了啊 如果说已经读秒了 我们来论断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说这个骑 骑手可能是出现误算了 那么现在这个双方都有很多的时间 而且确实是一方敢下 而且另外一方没有敢杀 没敢吃 对那怎么办呢 肯定是 我觉得应该是有手段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 比如说还是跳 你走这个 你走这个 他冲一下 站上 冲一下他会不会挤这个 这个很厉害不厉害 挤这个 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厉害 我就糊 刚才这个挖是不行的呀 挖 挖我打吃 你再走我再走这个 就行了 你现在 现在再吃 挖一下再吃 挖一下再吃 可能好一点 嗯 这个还真是好一点 这个如果 这个不能提吧 提了这杯一段 是什么情况 其实这么 有没有可能气掉这个 气掉了 10 20 30 40 48 我现在就把他弄到50目七 这边大两下 大一下 下面是吧 嗯 弄掉完了以后 他一跳这个 这块戏不就死了吗 嗯 这个还不太成比例 有感觉 但是我觉得啊 我们反正有时间 这么大一块戏 对我恰恰觉得这么下的话 可能白戏赢得最简单 把这50目就弄掉 跳一个把这个杀了 我们看 1234 嗯 5678 18 28 38 48 加8 56 57 58 相比80多目七 32 42 12 55 65 75 28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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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旗杀了黑旗多少呢 加上黑旗损的 加上已经死了 已经有30目了 加上之前实控上的优势 加上实控优势 加上本来这个地方是黑旗的空啊 我破了你还破了大概有20目七呢 其实这个转换整体来说 黑旗并不便宜的 黑旗损的很多很多啊 其实这么下的话 这个思路很灵活啊 这个下巴其实白旗赢得最多 我就没有想过还能把这么大一块旗 气掉 这个白旗赢得最多 赢得最简单 所以说这个手段也不怕 其实也不怕 嗯 白旗那这个黑旗太难办了 白旗居然还可以气 对 那这个旗我觉得白旗应该杀 应该跟着输家来是吧 因为可能小贩没有想到这一点啊 他可能看到了一些手段 大龙可能有危险 但实际上在这个局面下 黑旗还是挺难弄的 白旗是可气可取啊 白旗只要有转换的机会 选择很多 这个太厉害了 这你杀了半天 你觉得你放弃所有 你去攻杀对手的大龙 结果发现对手把大龙气给你了 你还是大半 你都不够 这种对心理上大气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 这个是 这个就会让人感叹 好像不像一个重量级的 那么小贩这个地方究竟看见什么了呢 真想问问他 真想问问他 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图 我觉得黑旗其实也不能成立 刚才我们有一个图摆了一半 你跳 我肩 你冲 冲了挤 你就单挤 不准这个 单挤 如果我现在单挡你断 那么这点还不够差好多好多 单挤我就不要这个 我就走这个了 你挖我打吃一下 打吃一下 然后我就杀这个 我把你这边杀了也行 我把你这边杀了你 你脚杀还不可能全部禁杀我呢 脚杀还没有办法禁杀我呢 如果真的形成转换 我杀你这个 白气一定还是赢 这更赢多了 所以这个棋 我持保留意见 虽然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当后世纪的这个故事啊 这个典故呢 作为一个依托 我个人相信 我个人相信在这样的用识的一个前提下 在他们两个水平的这么前提下呢 我不太相信真的会出现特别严重的严重双方误算啊 嗯 可是呢就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这个出现局 没看出来 出现局这个连气掉的可能性都有 那这个开始没有也不是 嗯 那或者吧 是不是他实战那种下巴他觉得更简明呢 他觉得可能是如果像你刚才说的转换 还有些算不清 或许他算清了另外一条道路也有可能 他可能比这个竖下来 赢得更快的一种办法 嗯 也是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 但是我觉得可能性应该没有那个大 也不大 嗯 他肩的是这个 嗯 我们看他实战吧 哎不是突然是走的这个 嗯 他走的这个 走这个先来威胁这边 那这个棋复杂化了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现在黑棋是破关了破摔的局面 黑棋地点先给你走一个 那这个角 这边爱谁谁了 实际上实际上白棋应该说 只要能把黑棋这个杀了 希望还是很大 嗯 获胜的希望还是很大 但是这个棋会变得有点复杂 这角是不是 是还能活吗 嗯 轮黑棋 轮白棋下肯定活了 一挡就活了 嗯 一挡就活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的损失并不是很大 白棋现在在回来 白棋现在在回来 还处理这个 对 这个尖好吗 中央没有什么缺点 那您觉得他应该在哪儿 杀这块 杀这边 杀这块 这块感觉尖这个是不是可以 尖这个 等你尖的时候 在这边再走一个 然后 这边啊 这尖 尖了虎 尖了虎就活了 他能活吧 尖一尖一虎就活了 嗯 那这个棋想杀 还不是那么容易的呀 除非能够打钉在这儿 就希望杀了 那打钉在这儿 中间可能有点有点薄 有点薄 嗯 这个简单问题复杂化 可能还得战斗一会儿 应该吃掉 这个为什么不吃掉 我们可以过一段看一些细细的启评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做现场直播啊 研究的少 对于他的这个变化呢 第一反应有可能有不靠谱的地方 但是没看出来 真的没看出来有什么危险的地方 嗯 他小间 黑棋 黑棋还得活这块是吧 像这个 像这个 那么作为白棋来说呢 其实白棋的 可以选择的周旋余地还是很大 即便白棋不插黑棋 双方作活 白棋回过头来挡到这个 黑棋走的并不算很多 嗯 但这种就是一个假设了 黑棋会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黑棋现在走这个 对 嗯 做这个白棋尖 嗯 你那个棋谱上连这首棋都有了 对 嗯 我也只到这了 嗯 比我多一首 我没有这个跳 嗯 那么就这个跳也很关键 我们来再探讨一下啊 嗯 他其实 黑棋要想活棋尖这个 应该是能活棋的 下水这个跳跟那个剑合 应该是能活棋的 嗯 但是他是不是也觉得 如果这个棋被白棋打下去 即便活了也不靠谱呢 还是白棋会在这边有一些什么 新的搜刮手段 他担心这个吗 他如果是这样的吗 应该也担心不到哪去 但是他这个跳是什么意思呢 跳是已经联络上了是吗 那跳白棋冲了家 应该是没有联络上吧 至少是个结 冲了家 对 白棋冲了家 黑棋怎么联络呢 你打吃完了一尝就显然是有问题的 嗯 这个棋 那跳这个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看不懂的地方很多 嗯 到最后阶段有点晕 是 其实这个时候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了 很直白的比拼算录啊 对 比拼算录 那么刚才这有一个题目我们没解开 就是这个局部 现在这个跳呢 又是一个 有点有点疑问的地方 嗯 应时录是大胜负啊 四川敏弯的大胜负 会不会有一些基础变形 嗯 看一下这个新棋谱 嗯 刚才跳到这儿 哦 白棋 走这个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我这个是命令型 这个这个黑棋只有捡回来了 黑棋只有捡回来了 你得连这个是吧 嗯 那这个很心痛啊 很心痛很心痛啊 这本来冲了家不是有棋的吗 这个一下就卖掉了 因为现在白棋也没空去充斥这个 这一被被拐 这个角如果被这么杀了的话 白棋输了 白棋不能这样 嗯 我们看他的进程啊 先打吃这个 嗯 这样上 这只有沾 再刺 先刺还怕是后手 然后再飞这个 怎么从这边开始杀起来了 这嵌着一个巨大的一个拐呢 这个简单问题明显复杂化 现在关键它这个复杂的程度 让已经让人有点有点捉目不透了 那个角 白棋也不活了 白棋也不活了 活得好大 那黑棋现在有空杀它吗 嗯 这个对 但是有空啊 您说现在就不应了 这个就是杀了怎么了 杀了 没看出来这个 那这样的话 棋就变细了 被杀了的话 这胜负很难讲了 我们看他实战 他选择的是挤 嗯 挤 挤这个 然后白棋断上来 断上来 他如果是这么设计的话 我觉得更是觉得 这个顶好像没有什么比较交换啊 你如果设计的要吃别人这两个粉 那这个顶跟这个交换 那不是大损吗 本来还有严酷的手段 对啊 对啊 为什么不先保留呢 黑棋不要了 吃 白吃 吃 白棋为什么 嗯 吃这两个倒是也很大 可是这边的损失也不算小啊 嗯 这边被搬下来了 对这个损失也是很大的 对这个损失也是很大的 现在白棋呢 黑棋呢不能冲 黑棋接上了 让白棋拐回来这个 嗯 诶 他把脚杀了 杀了 嗯 局部来说 白棋吃了两根子 然后把这个救回来 倒是也有收获 这样的话 但是这个损失是不是有点大呀 对对对 这个我感觉质感上 质感上 质感上可能还是有点亏啊 嗯 他还得来处理这个脚 嗯 这个等会要 要好好的判断一下吧 总感觉白棋在这地方下的有点变调 有点变调 嗯 嗯 这个 这个做活了 这个很大 黑棋把这个救回来 哦 还把这个救回来 12木齐 12木齐 这个也很大 感觉这边也很大 嗯 白棋吃这个 嗯 白棋吃 白棋吃黑棋是不敢跑了是吗 这个形状 黑棋 黑棋 啊 黑棋不敢跑了 这个棋还挺有意思的 嗯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这班棋前到现在还 还没有结束啊 是不是还有点胶着 对对对对 我们休息一下 回过来一起再看 一会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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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白旗再从这打吃 这个一气呵成 把你打得很痛苦很痛苦 你只有这样 你在一虎 我在一虎 我在一虎这个问题来了 你还得自己做活呢 你还得打吃这个呢 否则的话这个整个大龙你还不活 还得做活 对 现在关键问题就是黑旗这款旗要死了 比如说白旗这么简单的煎完了以后一煎 白旗这个只有一个眼 这个一被分断 它两边都有死活问题 有死活问题 所以呢 这个打吃暗藏杀鸡 暗藏杀鸡 白旗是白旗打吃的时候 黑旗是不能跑这几个字的 黑旗这个是对的 这手棋是对的 那么白旗现在如果简单的提 不行 被黑旗退回来 对黑旗底下围着控以后 这个其实细棋 那么这个我刚才判断过了 就是如果说黑旗发四点的话呢 白旗还是很有希望获胜 那如果白旗不发 黑旗不发点 或者说只发两点呢 还是很细的 四点就是四目 四目棋 这发了四目棋很厉害 那么当然 黑旗这个点还是好棋 如果白旗提的话 这个胜负还难料啊 但是这个时候呢 譬如这个 范天鱼看来状态还是不错的啊 范天鱼单拱 好棋 这手棋真的妙 这手棋真的妙 你如果搬的话 它不用提了 可以加下来了 你现在如果粘 它一冲 你只能二度爬过 那跟刚才的木数相比 差好多好多 这地方稍微刮个两三目棋 白旗就可以奠定盛世了 是 那么现在黑旗 最强的反击是这个 这个确实厉害 这个反击确实也很凶狠 如果现在白旗提过来的话 那就还原了 那白旗呢 还是个好棋 白旗先搬 这个地方范天鱼 这个组合选下的真的是不错 先搬 先搬是好棋 先搬 黑旗其实下了这儿的时候呢 黑旗应该说已经很难应付了 现在黑旗需要的忙活的问题呢 其实是这块旗 这块旗如果被截断归路的话 有点风险 对 还没有活 那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旗你说让白旗先动手 让黑旗先动手 黑旗应该是怎么去做活呢 好像也有一些辛苦 对 肩 肩这边还要被夹了 被夹 那是有希望活旗 但是很痛苦 尤其这个局部 让白旗下的话 白旗比如说这边一靠 一靠 或者就算爬一下 这个黑旗也受不了 你再退它再提 黑旗还要自己再去被搜刮的做活 就没什么木了 如果这样下的话 黑旗也是要输 也是要输 那么刚才呢 我们的注意力 没有往这个地方去过多的集中 我们就在看这边的一个变化 实际上当范天宇下出这个拱 下出这个打吃和这个冲的时候呢 应该讲这个黑旗 已经是办法很穷尽了 很穷尽了 我还得一只点木呢 一只点木 如果要是白旗 没有这些手段的话 还真的是挺细的 但是罚四点是白旗好 罚四点毫无疑问是白旗好 罚两点的是细旗 那么如果一点都不罚的话 其实白旗是不优势的 那这个时候 这个土地换时间就起作用了 是是 影响胜负了 黑旗前面花了那么多时间 总要付出点代价来 黑旗强行地拐在这 但拐在这的话呢 实际上是无理的 拐在这这个旗 轮到白旗去下了的话 黑旗这个旗是 是不能够活旗的 但是白旗呢 在这个局部也要杀好 如果杀得不好的话 还是不行 比如说白旗现在普通的 这么去小间 其实这个旗也是有危险 也是有一定的小问题 有一定的小问题 你现在再来煎这个 你再来这么杀的话呢 点进来 你如果这么点 它挡 你得爬回来 你不要忽略啊 这地方白旗 还是要有问题的 你是不是还得度过啊 你度过 它这么走在大旗以后 脚上的气紧 跟这脚有关系 对有关系 如果其实这么简单的杀的话 你不用拟地 它断 你走 大旗大旗大旗 一系列下来的话 黑旗是没有危险的 白旗反而被杀了 所以说这一系列 还是需要有妙手 搬了一下 这个冲是妙手 搬也是好旗 那么之后呢 范天宇这个旗 决定性的好旗 走出来聊 决定性的好旗 靠这 靠这个 这首旗真的妙了 这首旗一下出来呢 黑旗的大龙 就应该说 没有什么活路了 这个真的是好旗 这时候我 搬上面 如果你搬的话呢 这是实战 白旗一断 黑旗就不行了 黑旗如果后面 继续下来的话 黑旗只有吃 白旗拐 黑旗再打吃 白旗提 那么 你这边的出路 由于白旗这 已经提了一个字 这边你回家的路 就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 你再打吃 我打吃完立下去 我就不担心 脚上会有什么死活了 把这个都提掉了 就很安全 对 所以呢 其实这个是实战 我们给大家验证的 这个图呢 是实战 实战是当黑旗一虎 白旗一断的时候呢 黑旗就认输了 这其实就没有什么活路了 那么黑旗接这个时候 还有一些防守的方法 比如说黑旗或许可以考虑退 爬 但是爬的话呢 白旗就比刚才那个单小尖 要漂亮多了 你现在还得往回接 站一站 对 我这个次是决先 你这个必须得接 这个时候等于 我已经先手 把你的眼位给破掉了 我现在可以虎这个了 等你立的时候 我哪怕 虎一个 把自己完全做活 那么黑旗这块大龙 也只有一只眼 是被净刹的一个状态 原来这边被杀 这期不收官了 所以他没办法 他应该是经过判断的 是的 因为他要想活 他是可以活的 黑旗想活 黑旗刚才搬那个活 但是被夹在这儿 这个收官呢 黑旗嫌也是要输 这是要输 所以黑旗这些下法呢 是很凶狠的下法 当然也是 给白旗一个考验吧 就看白旗能不能下出 最后的这几部妙手 下出来的话 黑旗还是不行 核心的这个 核心的妙手还是这个靠 这个靠一下出来之后呢 应该说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如果下不出这个靠 那么这个旗还很难讲 很难讲 如果让它活了的话 活了的话 还得收是吧 对 我刚才判断了一下 就是如果这个大龙 没有死活问题 比如说白旗只能这么去走回来 让黑旗在这边再做活的话呢 这个旗还是刚才那个判断 就是贴四点白旗好 跟罚点有关系 对 罚四点白旗好 罚两点细旗 不罚点白旗要差一点 那这个旗真要收到八点了 是的 我们感觉很高兴 范天玉赢下了这个关键的一盘旗 其实还不仅仅这点高兴 我们可以下班了 是吧 要不然这个真讲到八点 我估计我们也有点吃不消 体力有点吃不消 这个开玩笑 范天玉也是让大家放心了 这盘旗 不要坚持那么久 对 我们起我们延时收看几分钟以后呢 得到了这么一个好消息 可以踏踏实实的吃晚饭 是 我们呢也很高兴 讲了一盘胜负 跟我们的讲解同步的一盘棋 尤其呢 最后一首棋 是以这样的一个妙手来决定胜负 这个给人感觉心情很舒畅 是 范天玉看上去状态还是不错 虽然这个地方 我还是有一些疑问 是不是有点简单问题 搞得稍微有一点点复杂了 我是略微的有一些疑问 但是不管怎么说 结果是好的 但是马上就让大家放心了 是的 结果是好的 而且呢 我想这盘棋 范天玉赢得堂堂正正 就是我感觉呢 小范第一盘棋 其实也是通过直骨大龙 来获得的胜利 我感觉就是 如果说在前半盘 续盘和中盘阶段 让小范获得了一定的优势 那么确实给那一种 很放心的感觉 似乎对手想逆转 想搬过来 很难 很难很难 这一点呢 确实也是证明 范天玉 他这个越来越成熟 其实我们知道96年出生 小伙子 现在还17岁 是 17岁 我们要以常规的这种年龄来看 那小男孩 小男孩 是吧 看到样子也是 但是在席上呢 席上体现的 确实非常的沉稳 一旦把握住了机会 一旦掌握了优势 对手再想搬回来 那个是难上加难 是 就这一点让人确实 因为陈男的话说感觉很放心 那这盘棋 整盘棋就是说 范天玉一直在一个领先的位置 这个局部下弯 前面还其实还难讲 范天玉也有自己的一些小问题 那这个局部下弯 黑棋被逼的 必须得去攻击大龙 才能够拼胜负的时候 那个时候小范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那么后来的处理呢 确实也处理的很不错 是 很不错 在把实际优势牢牢转化成了这个具体的棋盘场的一个盛势 应该说 在后面的发挥中呢 小范 中规中矩 赢的也是很让人放心 那这样呢 范天玉就是在五番级比赛里面 二比一领先 是的 应该是距离冠军一步之遥了 真的希望他能够获得这个冠军 获得这个冠军 对他个人 对我们也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刚输了一个团体赛 是 咱们这个比赛呢 应该是在明天休战一天 是的 在六号 三月的六号 然后继续进行第四局比赛 是的 希望大家到时候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转播和这个比赛的进程 是 好 那今天这团题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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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